爱你 我从小就没见过我妈妈 您也没跟我说我妈去哪儿了 就是说 她在很远很远的地方 所以我就一直特别羡慕 那些有妈妈的孩子 我特希望 要是有一天 我妈妈突然间回来 然后抱着我跟我说 小美啊 以后妈妈一直陪着你 永远不会再离开你了 该多好 所以 凤霞阿姨无论对我多好 我都不能接受 是因为 我怕如果你们在一起了 我妈妈就回不来了 爸 可是现在我后悔死了 我就想 如果当时 我要是讲点道理该多好 我没准早就能有一个妈妈 一直疼我爱我好多年了 您也不用那么辛苦的 一个人待我 所以 我就希望 您能跟凤霞阿姨结婚 这样 你们以后有个照应 不也挺好的吗 好孩子 我想啊 要是有一天 你妈妈真的回来了想见你 你愿意吗 您别逗我了 爸 我知道 她是嫌弃我 才不想见我 不要我了 她要是想见我 当初就不会抛下我们妇女俩走开 我早就不抱希望了 我早就不抱希望了 你也别想了啊 爸 你去 做一下面条 要吃饭 来来来 给咱们这个大厨倒上 今天 耗子 老苦功高啊 这孩子 这不说话就干了 我还啊 你难道就没什么话跟你舅舅说吗 姐 你再帮我告一呗 来 谢谢舅舅送我去饭店 那边好吃 谁呀 锅 行了 行了 来来 我替你说吧 今天啊 是耗子 学艺 未来第一次回家 所以说呢 今天一个是家里的聚一聚 再是咱们全家 都应该祝贺他 来 干 干 我没事 叔叔 我一定把小美安全的总归宿舍 你别担心 回去后 早点休息 知道了 爸 你也早点休息啊 这刚喝完酒 出来容易着凉 是 没事 多去看看 你风向 知道了 放心吧 那我们走了啊 叔叔 你怎么又来了 你怎么又来了 嫂子 你知道不知道 佟黎因为你这些年 都过了什么日子 你把她这一辈子都给毁了 嫂子 我是不会把小美 从佟黎身边带走的 你放心 你要是真为了小美好的话 那你就回美过去 永远都别回来了 我明天就走 嫂子 麻烦你 帮我把这个转交给佟黎好吗 这是什么呢 这里边是小美小的时候一点东西 还有我留给佟黎和小美的一点钱 算是我对她们父女俩的一点心意 不行 不行 这个我做不了主 你拿过去 拿过 嫂子 我这次走了就再也不回来了 你就帮帮我吧 谢谢 你怎么回来了 佟黎啊 你怎么才回来了 我上小美那儿去了 柳云来过啦 给你留点东西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同龄 你好 明天我就要回美国了 这张报纸是小美出生那天的 我把她的手印和脚印都印在了上面 这些年每当我想起她的时候 就是看着这些印记熬过来的 新封里的钱是留给你和小美的 我知道你当初抚养小美不是为了钱 我也知道无论多少钱 也无法弥补这么多年对你们的亏欠 但是 我实在找不到更好的办法来表达我的歉意 我也找不到更好的方法 去为小美做些什么 同龄 很抱歉 我没有经过你的允许 就擅自去见了小美 十几年的死亡 我实在忍不住了 但是同龄 请你相信 虽然我有一万次冲动 想要走到小美的面前 有一万次冲动 想要告诉她我是她的母亲 我不会别的 只是想听她叫我一声妈妈 但是 我已经自私过一次 我已经夺走了你十八年的幸福 我不会再错一次 不会再自私地把她从你身边夺走 我多后悔 那个时候的自私和不负责任 如果人生能够重新来过 该有多好 我绝不会抛下小美 绝不会把她丢给你一个人 再苦再难 我自己把她养大 现在 就可以看着她的笑脸 每天幸福的生活 但是这一切 都被我的自私毁掉了 我为自己的行为感到羞耻 我除了躲得远远的 为了你和小美的幸福默默祈祷 我什么也做不了 我走了 再也不会回来打扰你们父母 祝你们父女永远快乐 幸福 你永远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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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宽可祝 sh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童林 他是我的客人 请进吧 童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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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美长这么大 没见过自己的妈妈 为了要见自己的妈妈 她跟我闹了很多次 她一直想见自己的妈妈 她做梦都想 我不能剥夺小美 要见你的权利 东霖 谢谢你 谢谢你了 我带你去见小美之前 我要知道你当初 为什么要抛弃她 还要知道这些年 你干了些什么 我总要告诉小美 我说 我什么都说 我都告诉你 有一个一起插队的男知青 他对我非常地好 一直安慰我 照顾我 很快我们俩人就在一起了 那个时候真的是太年轻了 什么也不懂 很快我就怀孕了 可偏偏这个时候 他接到家里的通知 他有一个回程的机会 结果我就把他送走了 他就再也没有回来 我一个人偷偷地把孩子生下来 带着孩子来到了省城 在省城举目无情 白天我就把孩子托付给房东大姐 让他帮我照看 我自己就到宾馆去当服务员 就在那儿我认识了我后来的老公 他向我求婚 说要带我去美国 我当时真的不知道自己的未来会怎么样 我怕极了 我怕我遭人唾骂 我怕我养活这孩子 我不知道我自己的将来会怎么样 我怕 我怕就这样完了 所以我就动心了 我打算跟他走 但是在走之前 我要给小美找到一个好的贵宿 我们在一起 那么久了 我了解你 所以在我走投无路的那一刻 我能想到的也只有你 我相信 我只要把孩子交给你 你只要接下这个孩子 你一定不会看着他自生自灭的 你一定会对他负责到底的 于是我就带着他来到了宜安 我在他的小辈子里写了一封信 把孩子放到了你的家门口 我问你 你到了美国之后为什么 阴心全无 也不回来 看看小美 为什么 我给他寄过钱 那是在最开始的时候 后来 后来我们结婚了 我很快就生了一个儿子 我的先生 他是一个很细心的人 因为我一直在家里做家庭主妇 他对我的财务监控管得很严 每东一笔钱都要向他报账 有一次他追问我钱的去向 差点露馅了 我又怕引起他的怀疑 所以就再也不敢记了 那你现在为什么又回来了 难道说 现在你就不怕了吗 他死了 他 在去年 在一场车祸中他死了 一起出事的 还有我的儿子 柳瑜 你让我想想 你不用送 你请回去吧 我不能保证 我会带小美来见你 我更不能保证 小美知道这个事之后 她会怎么样 你让我再想想 我会找你 老通 你真的跟小美说啊 你可得想好了啊 你自己要想明白 你可是养小美养了十八年啊 你从这么点 就养得现在是个大姑娘 你这辈子有几个十八年 你说你 你 你把小美让出去 你 你可什么都没了 年轻时候在部队啊 让指标 到工厂 让工作 让房子 工作最后让媳妇 这一辈子辛苦一辈子 你最后 你最后能落什么了你 我是这么想的 小美呢 她到什么时候 都是我的女儿 她现在认了自己的亲生妈妈 那也只是 多了一个亲人 我还是她的爸爸 我还是她的爸爸 话虽这么说啊 这柳云哪 人是从美国来的 美国 她的生活跟你 是一个天上 一个地下呀 现在 你让小美跟她认了 以后呢 你说她怎么放心 把自己的亲生女儿 跟 跟一个收花拉二的 过一辈子呀 小美 是一只大鹏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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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晚都是要飞出去 见大师面 我不能因为 想她留在自己的身边 就绑着她的翅膀 不让她动 天下的父母 不都是一样的吗 难道你们会拖着光明的后腿 不让她出去吗 老童 这光明和小美不一样啊 小美不是我亲生的 小美不是我亲生的 但是 我待她与亲生的 没有两样 如果说今天 小美跟着她亲妈走 对她更好 那我就不能拦着小美 影响孩子的前途 行 你呀 想明白就行 想明白 你就让她去 但是她不回来啊 你的苦心哪 我们都知道 只是她走了 心里都不许难受 其实啊 还有光明 耗子 都是你的孩子 你还有我们呢 我们都是你的亲人 我知道 我一生没有多少亲人 但你们就是我的亲人 是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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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你吓死我了 你这 你干吗呢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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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吃饭了吗 没有 那个饭呢在锅里头呢 你去吃 去吃 快吃 吃饭去啊 不行 妈得出去一趟啊 出去一趟 我要出去一趟 我要出去一趟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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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你去哪儿啊 妈 妈 妈 你去哪儿啊你 妈 我来 我来 喂 爸 不是 我 我没事 不是 我有事 那个 不是 爸 我妈不对 不是 他那个在那儿 就在屋走来走去 走来走去 然后嘴里念念叨叨叨 念念叨叨叨的 爸 我妈不会又犯病了吧 田嫂 你怎么过来了 那个 凤霞呢 他 他在哪边 田嫂 他为什么来了 凤霞 出事了 你出什么事了 不是我出事了 我 我是在担心你 担心我 什么 你说谁 柳云 小美的亲生母亲 她 她插队的地方 正好是佟林当兵的那个部队 所以他们早就认识了 那她当初为什么把孩子交给佟林啊 说得也是呢 你说她 她跟别的男人生的孩子 你 你别乱想 我估计她可能就是看上这个 佟林这个人老实 所以把孩子放到他们家门口了 那 那她回来 现在想干什么 那还能干什么呀 回来认小美呗 佟林答应了 我就是为这事儿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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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美什么态度 小美还不知道呢 佟林马上就要说 所以我就想来想去 我只能是找你了 这事儿只有你能劝得了佟林吗 这事儿 这事儿我真插不上手 你说人家一个亲妈回来找女儿 佟林都答应了 我一个外人 我怎么能够去说三道四的呀 凤霞啊 你是不是还跟佟林欧气呢 别欧气了 佟林这个人你不是不知道 他就是一个心低善良的 一个大好人啊 是不是啊 对 他就是习惯当好人 他一辈子就喜欢 牺牲自己去成全别人 就让他当好人吧 让他当吧 天嫂 这个忙啊我真帮不了啊 凤霞 你 你说那可怎么办呀 你说这个老彤他又犯啥 你这富养了二十年的孩子 就这样白手就给人家 我的妈呀 我就因为这事儿我都 我都睡不着觉你知道吗 天嫂 我想了想去 天嫂 你别着急 你 我不知道找谁 我只能找你呀 他现在在哪儿 爸 您怎么来了 您说您来了 也不叫我一声 我刚到 爸 您是顺道过来看我呀 还是有什么事呀 有点事 爸 出什么事了 到底什么事呀 是耗子吗 还是田妈妈 光明 那是什么呀 您快说呀 急死我了 小美 爸爸想跟你说一个阿姨的事儿 什么阿姨啊 爸爸想跟你说你妈妈的事儿 妈妈 爸 爸 您是说凤霞阿姨吗 爸 您现在 是不是也希望凤霞阿姨当我妈妈了 太好了 您终于想通了 您知道吗 这些天 凤霞阿姨可生气了 我费了好大劲哄她开心 不是 爸 您别硬撑了啊 我知道 您心里啊 还有凤霞阿姨 她也没真生您气 咱现在 去跟她道个歉 肯定有原谅您 走 走吧 没事 我不是说的 怎么了 你去上课吧 时间到了 你去吧 你去上课 你去上课 有点ilen 你去上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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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正要找你呢 进去吧 你跟小米说了 那你打算告诉她是吗 你觉得小美会认这个妈吗 难 但是小美一定要有自己的妈妈 小美也一直想要她妈妈 小美想认一个妈是一回事 回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妈 那又是另一回事 我可是听说啊 这个柳云 是因为她家里的人都不在了 她才会来认小美的 是的 但是不管怎么说 柳云的人生遭遇 也是很惨的 也太可怜了 你不觉得小美更可怜吗 她妈生下她 为了自己的前途 就把她给扔了 二十年啊 二十年都不管不问的 一点音讯都没有 说句难听的 说句难听的 这个柳云如果她的老公和孩子还在的话 她能想得起来还有这么一个女儿吗 她能回来认她吗 你觉得小美能认这样的一个妈吗 好 凤霞 我自打捡到小美 扶养小美到现在 我为小美一定要找到自己亲生妈妈的这个心愿 就没有变过 但是 今天她真的妈妈出现了 我却又开不了口 所以我不知道该怎么跟小美说 我又不能不告诉小美 不管怎么说 柳云是小美的亲生妈妈 好 凤霞 我是不忍心跟小美 开这个口 你能不能 帮我 跟小美说 我 是我 是我 小美 你爸都说什么了 我爸说得可含糊 就一会儿说 小美 爸跟你说一个阿姨的事 一会儿又改口了 是要跟我说妈妈的事 后来 我一想 那不就是您吗 我 我说她是什么 我说她的事 是不想要不吵 对 我说她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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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是不想要不吵 她的事 我说她的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亲妈回来了 你会认她吗 阿姨 您到底在担心什么呀 反正我现在 就是想让您当我妈妈 然后咱们跟我爸 变成像光明哥 他们家那样 一家三口多亲密多好啊 所以说 无论我亲妈是谁在哪儿 回不回来 都无所谓了 我心里头啊最清楚 谁疼我爱我 我就是您一个妈 谢谢你 小梅 吃饭吧 这不就结了 那孩子根本就不想认他 干吗非逼着孩子呀 我就是怕 小美她虽然这么说 可是 她万一是为了安慰我呢 凤霞 那小美是个什么样的孩子 你还不清楚吗 是 是我就想起 她想时候 那时候啊 她特别排挤我 她会不会那潜意识里边 就在想 我的亲妈哪天会回来 所以她不想让我进这个家 这人跟人的血缘关系啊 她就是不见面 也很难割舍的 凤霞 你怎么想啊 我 我 好 那个孩子 一辈子不想见自己的亲妈 小美如果知道自己的亲妈还在 而且来找她呢 一定要见她 我只是在想 该怎么跟小美说 毕竟柳云是小美的亲生妈妈 对啊 话是这么说 好 冬霖 你别急 你先喝点水 我去见过小美了 我实在不知道 该怎样跟小美开口 我不是不想说 我是在找机会 冬霖 我知道 我不是一个光彩的妈妈 我也很害怕小美会恨我 但是我实在是太想她了 她是我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 不过我向你保证 我肯定不会把她 从你身边带走 你就帮帮我行吗 是 是